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跟大家在一起介绍有关犯罪学的知识 犯罪学这门学科应该说是一个博赖品 但是在中国古代和先人的研究里头 并不乏对犯罪问题的研究 只不过不像西方的这种传统的一种研究方法 那么在当今世界处在一种不安定不稳定的状态下 像阿拉伯之春日以后出现的问题 以及我们目前大家可能看到的反恐啊 等等这些问题 都跟犯罪学问题的研究是有相关性的 那么在中国大家可能知道现在网上信息和社会热点问题很多 最近网上信息里头像李天一强奸案 像这个有关的这个 法院上海法院的法官被抓条等等这些问题 涉及到这些问题里头的研究 有很多问题都不是简单的一个具体的法律学科能解决的问题 而犯罪学在这些问题的研究里头能起到一个很突出的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们今天来给大家基本上来介绍一下 我们犯罪学研究的一些基本内容 让大家可以拓宽视野 加深对整个我们社会科学和形式科学中 涉及到社会不稳定 社会不和谐 犯罪违法等等这些问题里头的一些核心问题 所以我们想在这方面来进行一个基本的介绍 那么今天我们主要是涉及到犯罪学的一些基本问题的一些介绍 那么在这个基本问题里的介绍里头 我们首先就是要 我们说要登堂入室或者敲门入室 那么要明确一下犯罪学它到底是干什么的 搞什么方面的相关研究的 那么应该说犯罪学是关于什么是犯罪 怎样产生和发生犯罪 如何避免以阻止 阻止以及整合人们对犯罪的不同认识的一种学科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整个就是不是一种 我们所理解的一个社会好像规范性的 正常的或者畅当产值的 而正好是一个相反 对社会的负面影响的问题的研究的一个 专门的一个学科 为了掌握犯罪学的精髓 本课程的设计呢 四个单元 这四个单元里头包括犯罪学导论 犯罪现象 犯罪原因 犯罪预防 共有九章内容 每章内容之中深入浅出的按四个层次 也就是节 大一 括号一 和小一 四个层次来加以展示 本课程采用课堂讲授 课堂讨论 时训 多种形式互动 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将启发和指导学生贯穿于课堂内外 并根据需要穿插一些专题 启发学生的想象力 培养学生的创造性的思维能力 以及怎么样来适合适应公安工作 和我们行政司法工作的这种能力 所以从前沿上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 从导入和前沿来 我们可以看到犯罪学的研究 是有它的很突出的重要的作用的 那么今天我们主要是讲第一章 就是犯罪学的概述 在第一章的内容里头 我们主要是掌握犯罪学的概念 对象 了解它的学科性质和研究方法 从而对这个学科有一个概要的认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基本上有四个方面的内容设计 一个就是犯罪学的研究对象 一个是犯罪学的学科性质和地位和功能 还有就是犯罪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以及犯罪学研究方法 那么我们下面就开始 对有关的内容来逐一加以给大家介绍 首先讲到的第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第一节里探讨了 就是犯罪学的研究对象 那么在犯罪学的研究对象中 那么首先需要理解的问题 就是登堂入室之前 首先需要理解的问题 就是犯罪的概念问题 犯罪的概念 现在目前应该说 在学者 社会工作者 以及一些大众心目中 它是有不同的认知和看法 那么作为我们专门搞形式科学研究的学者来说 那么我们的侧重点 重点是从形式的犯罪概念和实质的犯罪概念 这种出发点来进行加以认识 那么在这里头 这个概念里头的第一个概念 就是关于什么是形式的犯罪概念 所谓形式的犯罪概念 就是指违反刑法规定的 应受刑法处罚的 严重的社会违害性行为 是吧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基本上都应该是归在 那么刑事法律 包括刑法和一些刑法性法律 等等一些法律的规定中 那么这个被认定为是刑事的犯罪概念 还有一类呢 就是关于犯罪的实质的概念 这个犯罪的实质概念 是我们犯罪学特别强调的 也特别突出来加以研究的 它就是指 主要是指是对社会有危害性的 凡是涉及到采取了强制措施 或者是控制和缴制行为规定中 规定有相关 禁止的作为和不作为的 像这种情况呢 都可以认为是实质的概念 那么在这个里头 大家可以看一个 这么一个基本的一个表格性的东西 那么当年是我们在研究 这方面的问题呢 在做的 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里头有四个集 那么在这四个集里头 正常标准的社会人格 自然属性和社会化 应该说形式的犯罪学概念 重点是研究 怎么样这个人逐步向 犯罪人格发展里头的 涉及到的一些相关问题 尤其是违法中的相关的一些问题 严重违法问题 那么这属于这一类的 就将来成为犯罪人格的这一部分的人 他在涉及的基本行为 那么涉及到其他的 比如说我们犯罪学研究的 像一般性越轨 和违反治安处罚条例 以及我们在这上面看到的 病态人格的 我们在这上面发生了 可能给大家解释的 我们在这边 就是在这边 我们在这边看到的 会认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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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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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甚至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那么 感谢观看 它是 就是学 感谢观看 诉讼法的学者和他 他是研究所的所长 是犯罪学家 我也是算是犯罪学学者 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 大家说 当时有个诉讼法的学者 他就提出了 我们行诉法学 这个科学性研究 这个还是很严密的 很能什么的 当时我们俩就提出 说行事诉讼法的研究 他是一种职业化的 职业性的基本情况 他的科学性的问题的探索 体现在哪 因为我们不能否认说 行诉法它具有科学性 是吧 但是他的科学性到哪 当时可能这个诉讼法学者 他平时也很少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没有回答上 而接着呢 德国那个学者 他就提 他就说 而犯罪学 他说是一个科学的学科 是一个具有科学性的学科 而这个行诉法 这个学者就 这是中国大陆的一个学者 他就问他说 那为什么呢 他说主要是因为 犯罪学的探索里头 应用了很多 现代科学的一些基本方法 比如说统计医学 医学和生物学的一些基本的东西 他说你诉讼法基本上都是用的人文学科的一些 一些理念观念价值和一些具体的规范和政策性的东西 所以这个里头呢 就让我们看出了犯罪学还是跟其他学科呢 还是有不同的情况 尤其是在行事法学的里头 他涉及到差异还是比较大 第四个呢 就作为独立的学科里头 有人还探讨说 你去研究犯罪吧 你总能够看到 一个犯罪问题 既涉及到他的社会一面 也涉及到他的心理一面 还有可能涉及到生理啊 还有其他的方面诸多因素 那么也就是说 他可能是一种交叉的 或者有多重知识 来涉及到的这个问题的研究 比如说就是原先我们前两年发生的 对校园孩子的那种伤害行为 是吧 当时我们做了关于校园安全的一些课题研究 就发现 那这些人为什么要把 犯罪分子要把黑手伸向 社会的最软肥的那种 少年儿童呢 就是因为 他们在心理状态上 在实际的体力和各方面的情况下 他们都处在一个 本身在一个 受排挤 被边缘化 和心理状态不正常 同时在社会属于边缘状态的这种社会人员 那么这里头就涉及到心理 社会和其他的比如说经济因素 个人成长因素等等相联系 这样呢 影响到了他的犯罪 那么这些呢 你要想通过只用一门单门学科来进行研究 研究不了 也解决不了他的问题 所以用犯罪学这样的学科的研究呢 就可以相对来说 比较充分的说明他的问题 那么第三个观点的认为 就是支撑学科的说法 就认为呢 犯罪学呢 是一个支撑的学科 是一个对某一类学科知识 专门起支撑作用的一个学科 那么这方面的认识里头 他们认为呢 比如说可以支撑有关政治学 或者其他的学科来进行相关的研究 这是第三个基本观点 第四个观点呢 就是认为呢 它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们类 在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的 关于学科划分的里头 以及在有关的 美国的犯罪学科的 这个学科的设置的 这个基本的体系中 犯罪学都是被作为独立的 相关的门类 或者是一级学科来加以考虑的 它甚至于跟社会学 心理学等等被平行的来加以考虑 那么在 这个北美和英语国家 这种问题实际上是更突出 在英语国家 基本上犯罪学 是作为形式 科学中的 基础性的 综合性的学科 比如说我们 所学的一些侦查治安 等等这些方面 都是 在他们这些国家 被认为是 犯罪学底下的 某一个具体的方向 但是在我们中国呢 目前呢 还是现在是把 侦查治安等等这些 跟犯罪学的是 并投来 基本上考虑 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情况呢 是认识上是有不同的 有时候所以 有时候开玩笑就说 等于父子之间同堂 这个在一起 而且排不出一个高低水平 有人就是有点开玩笑 是提到这个问题 但是在中国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可能也是因为 我们的犯罪学 本身的发展 存在一些问题 第五个呢 就是涉及到 关于认为 犯罪学是一门 边缘性学科 就是你每一个学科的 有些问题 核心问题 都很难概括它 而且它所研究的问题 都不是你某一个 具体学科所研究的 核心问题 所以它处在几个学科之间的一种状态下 所以认为它是个边缘学科 最后呢 一个观点呢 就是认为它是一个综合性学科 是一门交叉的 社会学 法学 心理学 医学 经济学 等多门学科之下的一个学科 那么我们的基本观点是什么呢 我们的基本观点呢 首先第一点呢 认为它是一个独立的学科 独立在哪呢 大家可以看这张表 这个是库恩 作为美国的一个著名的 有关学科研究的方面的专家 他认为 一个学科的发展 基本上是经历过 是经过这样的几个阶段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范式前 范式的确立 标准科学 遗传现象 危机 革命 新范式 等等 而且是这七个环节的 不断的循环交流 完了以后 形成的推动这个学科的 自身的发展 范子学本身自己的发展 确实经历了过 这么七个基本的阶段 有它自身的发展的规律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犯罪学是独立的一个专门的一个学科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认为呢 犯罪学是一个跨学科的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在同层次的表述里头 跨学科的问题的表述是一个什么基本表述呢 它是在相邻的高层次或亚层次上 一组相关的学科共同的定理得到了定义 从而引起了目的的意义 通过高层与低层之间的相互作用 形成了层次之间的跨学科 也就是说 我们虽然我们前面说到 治安侦查等等这些问题 跟犯罪学之间是互相交叉 或者是互相交融的 但是并不影响他们作为整合的意义 而且它是两个层次 或者多目标 更高层次上的一种协同 那也就是说这种研究 犯罪学这种研究 很可能是不同的一种平台性质 不要我们理解为 就全部是平台的这种完全的平台 而是根据现实的需求 这个平台的倾斜度 可以做自己的犯罪学方面的基本调整 所以它可以做跨学科领域的探索 那么第三呢 它是一个综合性学科 刚才我前面讲到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实际上人类的这个基本的学科认识里头 是分了一些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 管理学科和人文学科的一些基本大类 那么可以说犯罪学的研究 是涉及到了这四大类的基本的内容里头都包括 就是你很难用一种完全的科学方法 比如说我就纯粹科学方法来考虑这些问题 还不是 你看犯罪人 因为他犯罪本身他就不是完完全全的按照一种规范式的 我比如说我要这个去偷盗 我完全按照这个我计算的怎么样的精确值 而且偷盗完了怎么反映时间值等等的来解决 不是 有的时候他偷盗了犯罪分子 他就会想 他有他自己的习惯 他有他自己的个性 所以他直觉 他的自己的思辨特点等等都在里头 所以你是涉及到既有社会科学 又有自然科学 还有可能是人文科学的一些东西 学科的东西 所以他的学科定位是综合性的 这个学科基本定位 那么这是我们讲到的 其中的第一个大问题 他的学科性质 那么第二个大问题呢 就涉及到犯罪学的功能 犯罪学的功能 主要有什么功能 一个学科 主要他要看他 功能的角度 要分析的话 主要是四个角度 一个对人的认识 看看有多大的帮助 第二 从现实的 基本的积累的情况 就是积累的一些认识观点 他有多大的推动 第三个涉及到 对现实的 问题的解决 能有多大的作用 第四个 可能通过这样的学习 和认识研究 对人类的理性 和人类的基本的精神 价值观 各方面 能有什么影响 那么本着这四点的 基本的认识出发点 你来进行分析的话 你可以看到 那么有五点内容呢 应该说是犯罪学 是可以起到作用的 那也就是我们在这里 所说的 第一 认识犯罪 第二 指导刑事政策的制定 第三 影响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 第四 推动社会政策的发展 第五 促进刑事科学的创新 那么 这五个方面 大家可以看到 很侧重的说明了 犯罪学的 它这种实用价值 实际上 应该说 它的功用里头 让我认为 我觉得还有更高层次的 就是对人类价值观的 一些基本的认识 就是对 真的 善的 美的 和假的 丑的 恶的之间 它是怎么来 把握的 那么我们往往就说 在涉及到犯罪的时候 都会讲到处理到 马上涉及到具体的问题上去 但是 当你把具体的问题处理完了以后 你再来深入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就考虑 它对我们的人生的 整个的 人类社会和 人生的一些基本价值 是怎么看的 你就会 有一些更高的 一些升华的认识 比如说 现在李某某 最近 可能大家知道 著名歌手 的孩子的 强暴 有关 女性的事件 里头就反映出了很多 超出本身案件的 内容的东西 是吧 最近 争论很大 大家可能也都看了 一个说 被害人是卖淫女 是吧 难道卖淫女就可以 随便 或者是 可以被作为领卤的对象吗 是吧 这马上就出现这个问题 而李某某 为什么被社会所关注那么大呢 因为他是 有点富二赖 或者是家里是有名的演员 完了以后 他的那种社会效应 给人感觉到 他的意义 等等 诸如此类 你可以有很多的深入的思考 包括 大家可能最近 看到的国际上的斯诺登世界 是吧 你都会有很多 要如果你用犯罪学的视角来研究的话 你就会感觉到 有很多 对人类价值观念的 基本认识的一些 重新在定位 在思考 所以这些东西呢 不是一个具体的 比如说 某一个法律学科的这个处理完就算完了 这种意义所能理解的 那么犯罪学的 他能够从上升到一个更高的高度来理解他这个问题 来思考这个问题 这是我们 讲到的这个犯罪学的功能的问题 那么第三节 我们讲一讲 犯罪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犯罪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在这个里头 实际上 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呢 是有相关的不同的一些看法 当然我认识的一上来就以中外来划分 有点不太一致 因为人类毕竟还是总的 类毕竟是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基本思想 那么在这个里头 我想首先呢 让大家看一看 这是美国的一个著名学者 拉里希格尔的 关于学科相关性的理解的 这个基本的表 当然这可能是 大家看的是英文的 那么他认为犯罪学 主要跟六个 这个相关领域和研究学科相关性 一个是跟刑法学 一个是跟理论的基本的建构的理论 还有一个是跟犯罪统计学 还有一个是跟法律受学 还有一个是跟形式行为的系统研究 以及被害人学 他认为犯罪学跟这六个学科之间的关系是很明显的 他的这种观点 表了现在美国的基本的时尚的一些观点 因为他的教材在美国呢 是作为大学的200多所学校的 就选用的教材 那么在中国应该说 他说的这些学科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 由于我们的研究问题 由于我们的价值观的选择问题 由于我们本身的历史传统和相关的法律体系不同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研究 重点呢 是涉及到这样几个相关的关系 那么相关的关系就是 第一犯罪学与刑法学的关系 在这个里头 大家可能知道 两者之间 刚才我们从最开始的概念界定 就加以了说明 是吧 他是从概念本身 他就有所不同 那刑法学是关于 规范什么是犯罪 如何处置和处理犯罪的相关的学科 而犯罪学是关于现象 原因 对策 以及人们对犯罪不同认识的学科 那么这两个学科的区别在什么呢 犯罪的外言不同 这个犯罪学更宽泛 具体的研究对象和目的也不同 这个刑法学的研究的最具体对象 它是一些行为性的东西 一些具体的 大家可能知道 一些课件 要件等等 想涉及到这些问题 那这形式要件 一些基本的问题 而犯罪学的研究呢 更侧重在是怎么样来预防产生 避免产生和及时处理 这个角度来考虑的 那么方法也不同 刑法学它重点是以法律的形式 对法律的前世 从和立法 司法和适用角度来考虑问题 而犯罪学呢 可能更多的运用一些当代 科学的一些成果 来进行相关的分析 那么第二个 犯罪学和新法学的联系 在这个里头 犯罪学对于新法学的发展 能有推动的意义 能有这个推动的作用 因为犯罪的一些每年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研究啊 和一些情况 都能推动的 刑法学的一些基本发展 第二呢 就是犯罪学的研究 在很大程度上 也需要刑法规范 和刑法学研究为基础 就是犯罪学 因为现在观点太回忆 回忆了 就是根本就很难形成统一 那你没有一个 基本的出发点和统一点 你怎么来研究犯罪呢 所以还是拿刑法的一些 现行规定 来跟犯罪学的基本东西来相套 这样呢 才能够 基本上能够有一定的实际价值 否则化就可能形成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 第一个关系的区别 第二个关系的区别 就是犯罪学与形式政策的区别 那么犯罪学 实际上 它的研究 是 主要 涉及到的一些事实性东西 和对策性的东西 而形式政策学 它重点呢 是关于制定政策问题 作为它的 首要的这个内容 在这个里头 那么他们之间 第一 研究对象 它基本上是一致的 第二 犯罪学对犯罪的认识的制定 和实施形式政策 及形式政策的研究的基础 他们都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但是 从犯罪学对 犯罪的预防角度来说 它比形式政策的更广泛 更宽泛 因为犯罪学它侧重在 预防犯罪 而形式政策的制定 不仅仅侧重在预防 而且还要考虑 当时的情况 是打击啊 还是采取其他的一些 社会政策 来考虑一些问题啊 等等 所以这是两者 也是有区别的 第三就是 犯罪学与社会学的关系 那么犯罪学与社会学的关系里头 也有联系和区别两个方面 那么联系呢 是有很深的历史渊言 应该说两个学科 那么应该说 在这个当前的一些 基本的一些主题和命题上 那么两者之间 都是有一定的相关性 第二个呢 就是犯罪学和社会学 在研究内容上是有交叉的 这个交叉 是多方面的 第三个 是涉及到犯罪学与社会学 在研究方法上 也有相同之处 相一致之处 应该说犯罪学中 很大一部分研究 是用社会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 你像我这个 在这个读博士期间的学习的内容 重点就是社会学的内容 那么我的感觉到 对于犯罪问题的研究 尤其是涉及到犯罪现象 和整体的犯罪的问题的研究 社会学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那么第二个部分里头 犯罪学和社会学的区别 那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广度应该远远大于犯罪学 因为社会学关心的问题 它不仅仅是人类的一些消极的 或者是扰乱社会秩序 或者是消极发展的一个方面 它还包括积极的正能量的 积极的方面 第二就是犯罪学对犯罪现象的研究 深度大于社会学 社会学因为它涉及到的内容 比较宽泛比较广泛 所以它在某一个具体的社会现象上 就不如犯罪学的研究 有这么深 这么全面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涉及到第三节里头 就涉及到了犯罪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那么犯罪学与心理学的关系里头 应该说 主要是存在着两个方面的情况 一个在研究对象上 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特征 因为犯罪学 刚才我们前面讲的研究对象里头 它涉及到犯罪行为和犯罪的状况 那么犯罪的行为里头 那么重点就是犯罪心理学研究的 所以在这一块 是很值得深入的来探讨的 就是他们之间有一定的 相重交叉的那个内容 第二呢 在某些方面 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比犯罪学的广阔 那么在这个里头 像心理学研究 它研究行为以外 除了研究人类的行为的 消极行为以外 它还要研究积极的一些行为 还要研究动物的一些行为 和其他的一些生活的一些行为 那么通过这些研究来进行比较 来对称 来进行相关的分析 像这些问题的都使得 我们在研究上呢 心理学的内容更丰富 更深入 更匡泛 而犯罪学呢 重点呢 是集中在人类那个 消极的基本的问题的研究上 那么至于说到 这四点 就这犯罪学 以这四 这四个学科的基本情况以外呢 那么跟 美国人提的相关的内容呢 有什么区别呢 那么我觉得这个 他的这个基本观点也是代表了国际流行的一些基本观点 那么我们认为确实 范德学跟他提到的这六个学科之间 也都是有很深入的联系和关系的 但是也确实都能够找到他的相关的区别点 那么我想第三节的内容呢 我们就讲到这儿 先休息一下吧